因為其實剛剛其實育兒講說 他也是相對的新人 那你有給他一些指導嗎 尤其你身為他另外CP的另一半 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 不喜歡聽尊尊教誨 我覺得是以朋友的方式 先讓他把心房打開 然後不要這麼的害羞 來 你要怎麼樣讓他打開 心房不要害羞 現在你們兩個都很害羞 趕快教我 就可能要講一些很無聊的 笑話嗎 對對對 真的喔 所以這是你 這是你挑逗他的方式 講本笑話之類的 之類的 真的喔 來試一個看看 為什麼 現在我跟日都好害羞 現在我跟日都好害羞怎麼辦 這部戲到底怎麼拍出來的 這部戲怎麼拍出來的 該不會導演每天都面對兩個這樣 就是自然啦 自然的狀況這樣 等一下我可以想像是 在拍這部戲的過程中 應該有很多這種 你們兩個可能 就害羞僵在那兒 會有這種moment嗎 拍攝過程的時候是 沒...真的沒有 都不會喔 我拍... 我拍戲的時候比較瘋啦 欸你好人格分裂喔 怎麼清楚了 拍攝過程就是 他... 來帶我的 帶他做壞事 聽說你們壞事也做不少 沒有啦 其實這不是壞事 這是浪漫的事 欸你幹嘛那麼驚訝 聽誰說 我們... 做壞事 不是你剛剛自己說的嗎 好... 真的... 欸他有嚇到耶 帶他做壞事 帶他做壞事 做壞事 沒有壞事 沒有沒有 不行 來我們要有 新人不能夠拒絕姐姐的問題 請問一下YOU 那個子豐帶你做了什麼壞事 其實...其實沒有 真的沒什麼 真的嗎 真的他是... 比較開玩笑的 沒有耶他剛剛眼神有心虛被我看到 沒有是... 就是... 我不喜歡被誤會的感覺 喔... 很討厭喔 呵呵呵 做...就是... 喔我在等妳接下去 做...什麼 做兩個男生會做壞事啊這樣 做兩個男生會做... 做壞事啊 這實在是有無限想像的空間 兩個男生會做什麼 畢竟在裡面是CP啊 所以你們可能 尤其是像YOU比較新 他可能也比較害羞 啊其實我現在看到 我發現子豪也很害羞 所以你們平常要怎麼樣 讓自己在進入角色的狀況 而且熱絡起來 我們在每一場戲前面 我們都會一直討論 其實我們就真的 一直討論劇本和角色 你們有沒有做一些事情 是讓彼此更熟悉對方 尤其是熟悉對方的身體 身體他們一開始在拍攝之前 他們有讓我們就是肢體訓練這樣子 然後對方有訓練 訓練課長什麼樣子 摸對方的身體這樣 然後去記憶 就是摸起來感覺怎麼樣 例如現在蒙著眼睛 然後來三個人 然後你要摸出誰是YOU這樣子 對 那他有摸出你來嗎 有啊有啊 那時候是耳朵 我是你 對 我也是耳朵 對我們那時候 這樣子摸得出來喔 摸得出來 摸得出來 喔 還有好想試試看喔 那摸出來彼此的那一刻 有覺得還滿感動的嗎 你那時候猜對了 對 你剛剛的聲音好帥喔 對不起 再發出來 真的 來 很帥耶 謝謝 欸 不錯 就是就 麻辣 謝謝 我 我現在很正常 比較好 bon